And the second term of AP 是120 And the sum of first 14 term 是减70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它的T2, second term 就是T2 是120 所以A加D 是120 为什么呢? 其实它是A加N-1D 2-1D OK,T2 好,这个是我第一个equation 第二个equation就是它的S14等于减70 14×2A加13D 会是等于减70 然后在这边我可以越减 然后我把7帮过去 它就会变成2A加13D等于减40 然后这个是我equation2 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搬一下 我的A会是等于120-D OK,然后这个是我equation1 OK,好,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就sub我的equation1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我就有2乘2分之1-D加13D等于减10 所以1-2D加13D等于减10 这个翻过去 然后减11,11D 所以我的D等于减1 我的D等于减1的时候呢 我其实就已经达到A的答案了 common difference多少?减1 解决了 然后现在呢,他要的是last term OK,last term的情况之下 就是说我现在有14term 所以就是说他要的是D14 会是多少 然后我sub我的D等于减1 into 我的equation1的时候 然后我的A等于2分之1减1 减2分之1 所以我的T14呢 会是等于A加N减1 D减14加14减1 然后D是减1 OK,所以是减1和2 减13 所以答案是减13又2分之1 OK,减13又2分之1 OK,减13又2分之1 所以减13又2分之1 所以减13又2分之1 诶,在这一边 我有没有放错的 2分之1减1 它就会变成 2分之1减1 这一边是减-1 所以我拿到的其实是2分之1 所以是2分之1 所以是2分之1 然后这个是减12又2分之1 减12又2分之1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减-25分之2 OK 所以它是减-25分之2 所以它是减-25分之2 好,我再去看一下到底我做错什么东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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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